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灭 就是到了一个高峰以后它会断下去 后来没办法 后来英国首相Johnson不是以兰议吗 后来权益了 所以英国后来也是采取比较严格的方法 但是在北欧 瑞典到现在为止还是采佛系方法 就是因为它采取佛系方法 它现在就好像成了一个 因为起码在北欧成为一个贱民 也就是被人排斥 北欧最大的国家就是瑞典 瑞典它人口有一千多万 像挪威跟丹麦大概五百多万 挪威在1905年以前是属于瑞典的 现在不是 在过去13年以来 挪威跟瑞典是临街的 每年都有成年上万的瑞典人 跑到挪威去参加一个露天的歌唱会 但是今年开始 挪威不让瑞典人去了 好像丹麦人 丹麦芬兰什么都不让他们过去 瑞典人 他在北欧里面算是最大国家 他也有点像个 在北欧上个霸权 比较自信 他们认为他们的免疫能力比较强 但是最近的统计显示 瑞典的新冠肺炎的感染力 是比周边国家多两倍 死亡率是五倍 瑞典人大概死了五千人 挪威人才死了两百三十一个 现在欧盟 大部分国家都现在开放 开放别的国家进入他们的边境 但是欧盟 只有现在让瑞典人进入他们的地方的国家 只有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跟克罗西亚 但是荷兰跟塞布鲁斯完全不让瑞典人进去 你知道以前哪个瑞典副造的话 全世界通行无主了 现在瑞典人什么都不能去 那个奥地利 就是你瑞典人要去奥地利 他要你这个 就是要一个健康证明 希腊 如果说瑞典人要去希腊的话 起码要隔离一个礼拜 就即使他们来以前 他们是成阴性 还是要隔离一个礼拜 我想到这个隔离开放 我就想到就是台湾了 今天消息说是 欧盟好像是 美国最近几天 新冠病毒的案例好几万几万增加 所以欧盟不准美国人去欧盟 但是不准你去的 还包括台湾 台湾不是很厉害吗 台湾不是自己认为很厉害吗 是吧 你看日本也一样 不让台湾去 台湾不是每天都无确诊吗 那为什么台湾人不能去欧洲 不能去日本呢 主要是他们认为台湾的筛减力太低了 是吧 你虽然说我们在台湾肯定好像是没确诊 但人家不相信你啊 现在就是说 欧盟不准台湾人去 不准美国人去 所以像台湾是不准大陆人去 但是你看欧盟是让大陆人去的 是吧 像那个我们知道的瑞典啊 它就是比较有名啊 就是它的汽车啊 国务嘛 是吧 还有IKEA嘛 HMM 还有它以前的乐团ABBA嘛 是吧 在瑞典啊 瑞典跟挪威啊 就是 瑞典是比较宽松 就是它在防疫方面搞这个佛系的啊 它对移民业比较宽松 它四个 在瑞典的中 四个人中有一个人是移民 像挪威就不一样 挪威就 呃 不是挪威 是丹麦啊 就比较严格 丹麦对移民限制很多 而且要求这些外国人呢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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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跟他 跟他 同化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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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就是 刚刚不是说吗 就是 瑞典就成为一个 就被 被人拒绝的国家 好像成为一个 一个 贱民国家啊 就有个 有个 瑞典那个 新闻公子的就说 啊 我们不能去挪威啊 我们不能去丹麦啊 他说 就是说 啊 他说这个 那个 挪威人啊 丹麦人啊 芬兰人呢 都觉得说 啊 那个 那个 这个 瑞典 瑞典不受欢迎啊 他就说 啊 我们 我们 想念你啊 你们 却不想念我 我们